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订阅 各位朋友 晚安 我是阿关 这又不是新闻 这新闻背后的真相 我们的健保快倒了 既然有人一年看病466次 所以我们的健保 马上要进行改革 怎么改革 等会来告诉你 同时我们的生意人 我们还在抖 行李人在抖打了 等不到三倍券 而且三倍券转弯转弯又转弯 在今天 昨天说要我们搞清楚 捅边之后 再急着又转弯了 转了这么多弯之后 真的有办法振兴我们的经济吗 好 我们刚刚来介绍 在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邀请到资认医药记者洪肃清 大家好 邀请到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以及财源专家赖先生 憲哥 大家好 我们投资总监蔡明璋 大家好 稍后资认媒体员山后知 会加入我们的讨论 好 节目一开始 赶快带您来关心的是 台湾7月份5G就要上路了 我们来问一下网络观察家朱学恒 你觉得5G上路我们的速度会变快吗 不会 5G上路我们要买5G手机吗 先别买 那好 那来继续讨论 5G电信大战马上要开大 台湾的5G时代正式开始 但根据网络观察家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正式开始了 但是我们来看看对岸 对岸冲5G 台湾的协力厂商 最近倒是订单塞爆了 因为对岸据说 一分钟要改一个基地台 所以我们来看大陆的5G基地台 年底要偏60万座 所以最近的相关5G概念股 据说订单很满 对啊 等了好久 昨天这个NCC 花给了中华电信 第一张的5G的执照 那下个礼拜 大概远传也可以拿到 换句话说 7月开始 我们就进入了5G的时代 这两架电信 你说太早 7月开始我们没有进入5G时代 只是我们的厂商 接了很多订单 对 开台 大陆从2019年就开始 布建了5G的基地台 那去年大概16万个 16万个的概念就是 差不多三分钟就该一座 但今年的话年底需要60万座 根据三大的电信公司 中国运动 中国联通 中国通讯 他们的一个计划的话 第一季它已经盖了19.8万座 所以等后面到年底还有40万座 所以每个月都要多少 都要5万座起跳 那什么概念 去年是三分钟盖一座 今年变成几分钟盖一座 这个叫做中国速度 人家对象盖到了 朱姆朗姆峰了 对 没错 这可能要展现它的技术 因为在圣姆峰那个地方 海拔6500公尺 一个前进要登山的一个基地 它就盖了基地台 还有在其他的地方 都盖了这个基地台 但是大家会觉得有一个疑问 中国台湾为什么速度那么快 便宜了 真正的问题就在便宜 你看2022年 中国三大的电信的营运商公告起来 5G他们是联合采购 为什么联合采购力量大 把那个价钱怎么样 压低 它总额是760亿的人民币 所以把它算一算一座 大概成本是16万的人民币 什么概念 比全世界的平均水准来讲 只有三分之一 虽然中国的5G 只要一般5G建设的三分之一 但中国5G的支出已经超过高过美国240亿 你就知道他们建设了多少 但我们回来看日本 日本也在赶进度 对 但是日本用技术赶进度 日本的这个公司 这个AAGC 就是原来的细销制 这家公司的话 跟日本最大的电信公司 NTT 都跟我们合作 它联合开发的东西很厉害 玻璃天线 大家听过吗 是什么意思 因为我们知道5G虽然传输的速度很快 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牵蝶 大家绕色就绕过那个障碍物 比如大楼什么样 那个能力很差 所以它又盖很多的基地台 所以5G基地台秘密码小小的 那在那个密集的这个大楼的城市里面 怎么办 日本把它装在大楼的窗户上 那大概两公分的长 然后这个宽八公分 大概有两公斤重 贴了以后 它就是可以当成5G信号的中继站 信号传到这个大楼的这个玻璃天线 中继站之后再传到别的地方 这个跟4G 这个5G4G的基地台 传输的距离也差不多 大概有100公尺到200公尺 所以日本这个技术的话 很快的会以日本的游戟城市为中心 向整个日本来扩散 好 所以全世界的5G建设风起云涌 我们回来看选股方向 因为刚刚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 国内的5G相关概念股涨翻了 一方面是一分钟借一个基地台 这个量想象空间很大 到年底要60万座 另外一方面据说因为华为有 美国不出货的断货移率 所以开始有些基地台厂商跟中心采购 所以连中心概念股都涨很大 对 就是说大陆两大网路设备商 除了华为就中心 中心 他们现在互相抢订单 华为有难 中心偷偷的高兴 中心在4G基地台的市占率 大概只有30% 现在定一个目标 5G它要拉高到40% 那就吃谁了 吃华为的这个版图 所以现在中心向国内的协力厂 他们说紧急的下单 甚至用报单 那个订单是爆满来形容 今天这个消息出来 经测涨停 这是中心概念股 对 南子店 涨停 其他是这个网通相关的股票 那我们来看进去 今天因为2316南子店 它现在因为指数涨到大盘 涨到快11500点 大家都找那个被低估的 所以这是5G概念股 而且是中心概念股 对 低估 你看它整理很久 为什么 它的净值大概有36块 今天涨停都还没有到净值 它不是亏损 它一年一批还有两块 探级 但是股价低于净值 就成为现在大盘在高档的时候 大家首先考虑的一个对象 所以今天出现 量分涨停办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重打KY 我记得我曾经提过光通性 为什么 初期5G基础建设的时候 5G的光通性的产品量会很大 那这家公司你看它不是标股 但是涨不停 慢慢的涨 为什么 今年的EPS市场估4块了 但是问题5G的基础建设 明年后年还有 市场估到它明年的EPS会达到6块 所以很多法人就提前卡位了 好 秦蔡总也帮我们来看一下大盘 大盘在今天指数表现不错 涨了73点 对 今天还是靠台积电来清盘 对 台积电的一个成盘 但是要提醒大家 那个气氛 台积电今天不错 还涨5块 已经是306 但是那个气氛感觉 明天大家来到1万1500点 会比较谨慎 为什么 我们把时间拉长 我们几个月前 不是三月开始 狂跌到8523 这个起跌的位置 就是1万1500 所以居然很意外的台股怎么样 金金涨已经V型反转 所以明天来到起跌位置 那有人可能就会先到跑 那今天要特别关注 就是美国盘 美国盘 因为明天要公布就业报告 美国今天假如拉回 明天台北股市整理的可能性就很高 所以要留意一下美国的就业数据 回来讲健保 讲完了三倍之后要来讲健保 健保也是头很痛 来 去年3万5千人 有3万5千人平均就医超过90次 这还不是最厉害的 有人就医466次 我算过一年365天 如果连国定假日礼拜六礼拜天 刮风下雨台风天都去看医生的话 他有时候还得一天去两次 使用了健保 保费32亿 所以这个时候赶快救健保 要怎么救呢 是 要怎么救呢 他们说如果将来救健保 全部都是用涨保费而不改制度的话 以后25年后呢 你的薪资有四层会被老健保吃掉 为什么呢 四层 是 就像刚才讲的说呢 我们的三倍券的洞蛮多的 那我们的健保的洞 有没有比较少呢 目前看起来也不少 比如说第一件事刚刚提到的 就是就医次数 台湾人真的蛮会生病的 就是我们平均的一年 我跟妳講他们不是蛮会生病 是有线喜欢逛音乐 有线喜欢逛音乐 一年逛 白衣好像在洗牙齿 好像在洗牙齿 我们平均一年看诊是15点多次 是全球之冠 所以人家说东亚病夫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其中有些人特别会生病 像去年的第一名 一年看了466次病 大家想说466次 你到底生了什么病 43岁蛮年轻的 蛮年轻的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 像再前一年的看病王 她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她看了435次病 但是她的病是什么 她是三叉神经痛 那你说三叉神经痛 好像是小病 可是她说她痛起来 连风吹过都痛 她完全失能 没有办法工作 后来连她老公 都没有办法工作 每天都要带她去看病 但是我可不可以插个话 因为观众朋友 画面上你所看到 这43岁的女 看病466次 其实不是最多的 但为什么她列在第一名 是因为我们已经排除掉 80岁以上的老人了 排除掉一些精神病患了 或长期必须就医的 这些我们排除掉之后呢 照理说这些人 是不应该看那么多次病的 这些不应该 看那么多次病的人里头呢 有人看466次 还是看了这么多次 所以我们就想说 你到底在看什么 那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是 看三叉神经痛的 跟你说到底是她爱看病 就是到底是民众的问题 还是医生让她去看病 就是医界想要让你多来呢 其实各自都有的 因为有些民众 真的超爱逛医院 以前最喜欢讲的笑话 就是说老王今天怎么没来 他今天伴兵没办法来 就是他们没事去医院 伴兵没来 所以伴兵没来 以前就 健康的时候都有去逛医院 是 是 是 有些人他真的逛医院 可是有没有一些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 有些老人家就是 他明明呢 已经好像是很稳定了 可是医生还是会帮他预约 下一次来的时间 就是这些人永远被绑住 那比如说这个看病王 这个三叉神经痛 他说我没有办法 因为所有的医生给我的止痛药 都没有办法止我的痛 他给我那些麻酯我也用不了 所以怎么办呢 其实最后呢 是有人帮他募款 说他真的很惨 因为他惨到 他们连工作都没有 用了另外一个手术方法 其实要花一点点钱 把妈妈改善了 改善之后 他就没有那么常去看病了 所以病人也有问题 医生也有问题 好 除了看病很多之外 还有什么动呢 第二个就是我们用药很浪费 我讲一个最好笑的 浪费的例子给大家听 以前常常说 高学家 你一年365天 可以领400几天的药 你多少 那30几天拿药 没差 有一个最离谱说 有一个医生说 你知道台湾再贵的药 我们都有给付 有一次他在他的门诊 遇到一个患者说 医生你可不可以开 很好很好的保肝药给我 医生说 其实保肝药 通常也没什么 真的很好的效果 他说有的啦 我有个朋友给我一个神药 据说很强 他说真的吗 我怎么专科医生 我都没听过 就一拿出来 你知道是什么药吗 是标靶的肝癌药 那一个月的药费是11万 他的朋友可以挡 这么挡廊一样就挡给你 他说我比较担心的是 你朋友这么贵的药没吃 他还好吗 就是说很昂贵的药 领回家都不一定有吃 所以我们的药费的漏洞 超级高 这么贵的标靶药 都领回家不吃 那你当然没用 第三种就是我们的职业病人 也蛮多的 什么叫职业病人 因为我们很多人 保了商业保险 保了商业保险 我要有住院 我要过夜 我才能拿钱 所以之前有一个人很扯 他明明去打点滴 他一直跟医生说 麻烦你调慢一点 调慢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要打点滴 打久一点 凹过7个小时的话 我才可以领保险 会7个小时算住院了 对 他要透过一定的时间 才算住院 更扯的是 曾经有一个立委 开的那个医院 他们办去去稽查 稽查说这些人在住院 结果这层层病房 几乎都是空的 你的病人呢 他们都请假回家了 那你明明不是生病来住院 就会一层层人 那些是人头会不会 那些是人头 然后他们是为了商业保险 他们想要领商业保险费来住院 顺便一下见到 那医院也睁之眼 闭之眼就接受了 对 因为医院就是接受了 反正他们是双赢 一个去领保险公司的钱 一个去领健保局的钱 所以一点名 会跟存租学很存的人 他们请假回家了 有时隔壁逛夜市 隔壁逛夜市车祸还请保险 你不是应该在住院吗 很扯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我们这些动很多的时候 医院也说 事实上 可是我们还是不赚钱 因为你们健保扣得太紧了 所以有些乱象就出来了 比如说之前就说 奇怪有些医院真的对你很好 明明那个双击电刀 一套要三万 就是你开刀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以前都是血肉模糊 现在有一种进去它就 电刀就把那个伤口 用夹着就粘住了 它就不会那么粗血 就叫外科用的双击电刀 一套要三万多块的耗材 这间医院怎么这么好 它的报价给我用这套 才两万多 后来一问才发现 有七十几家都这么佛心 都报超低过三万 怎么这么好 因为它们重新消毒再用 所以那是一次性的 那是一次性的医材 它的适应就一次 就重复用 所以你以为你占便宜吗 没有 因为它重用了 之前连人工肾脏 都有人家用旧的再来用 所以就是为什么 它说没有办法 你健保扣得太紧 好 如果是健保扣得太紧 你说没关系 那我们来涨健保 那涨健保 它们现在评估的 评估方案有几种 如果依据健保会之前的规定就是 我们一次要涨到两年的平衡费率 就是我一次涨至少要保我够用两年 那它的费率就会是 大概到5.69这么高 5.69这么高 我们每个月的负担 就是如果是 你是一个月薪两万三万 如果是23800的人 你就是从335涨到406 你大概就要涨到60几块 70几块 71块 这是23800 那如果年保费更高 那等会就更多了 重点来 这是70几块是一个人 台湾健保现在最不公平的就是说 这个人如果刚好领一家三口 他要养三口 他是要乘以三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是养一口 他当然只涨70块 可是我如果一家三口人 都在我这里保 我明明还是一份薪水 我要涨三倍 所以有人说 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思考 我们的健保结构 是不是那些去466次那些人 让他多付一点 1 466次的人多付一点 甚至有人说 是不是10次以上的门诊的时候 就要开始自己多付钱 或者部分负担提高 3 是不是我们不能再说 全部的钱都从这些 受薪阶级的薪水里面扣 有没有可能 包括有些工会人 现在有些工会的人 他明明有薪水 他缴的健保费还比失业的低 所以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是重新来看过 怎么样把这个健保的 让他可以调整 但是调整的很有道理 因为你不要觉得调整对你不好 因为调整事实上我们都知道 我们健保保费 劳工是出三成 雇主是出六成 所以其实雇主比较痛 那健保就是全球CB值最高的保险 所以我宁可让他涨30块 然后买到多一点点 我只希望是洞赶快补起来 而且不能只涨受薪阶级 一定要想到还有其他的洞 其他很有钱的人没绑到 赶快把他们的钱拿进来 大家有点灯 请不吝点赞扶转 gl的 我们来看看 хотелось把有请 大家看下来 好 做了那个 这种互相 都会有关系 可乐导致